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张效果图也很简单 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遍 用很快的速度 然后我们这节课尝试的再做一下夜景 因为我反正最近遇到的做夜景的客户是基本上没有 所以说我也不经常做 我们这次就尝试的做一下夜景 日景和夜景都可以做很快 只要你把太阳光只要你调成晚上对吧 适当调一下光 对啊这个夜景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节课也是给整个竞争表现的课程做一下总结 就是把我的这些套路都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么这节课就是讲这张图也是很简单 很快速就出来了 对吧 首先我们这里先说一下夜景 夜景其实很简单 我这里呢 中午啊 我尝试的渲染 渲染了一张很快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nscape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开之后呢 它是外面是亮的对吧 我们只需要按这个U或者I把它这个时间呢 调到晚上就可以了 好 对吧 啊 这就晚上了 然后啊 可能有一些光 比如说我这个光啊 是根据这个晚上的这个环境啊 又稍微调了一下 然后就是我们做夜景的时候啊 先调这个啊 先调这里 把这个饱和度啊 对比度啊 对吧 调一下 调完之后呢 把这个色温值啊 可以调一下 调完之后 把这个灯光亮度 一般呢 我们白天打的光啊 呃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 特别的亮 对吧 那晚上呢 可能就没那么啊 没那么亮了 对吧 啊 就是稍微稍微降一降 对吧 就像这样这个样子 然后啊 我们呃 这个白天的参数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大概就是一个60多啊 当然晚上就曝光的没这么亮啊 稍微拉低一些 那么这个人工光啊 就可以稍微提亮一些 对吧 提亮一些对啊 他这个马桶就更立体了 那这个呢 就是夜景啊 很简单 然后这个饱和度 饱和度看一下啊 那这个夜景啊 一键就调出来了 呃 就是如果我们在微日里面啊 夜景是单独单独打光的啊 就是呃 夜景和日景打光的方式不一样了 哎也是比较麻烦 对吧 当然scape中啊 这个夜景啊 只要把太阳光给他 就是把时间调成半夜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这里呢 就不渲染了哈 我们我中午就是 就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啊 我又渲染了一张 对吧 就是夜景啊 其实这个小卫生间啊 这个夜景看不出来啥啊 因为就比较小 嗯 如果你觉得啊 这个夜景不是很那啥的话啊 你可以 把这个窗户这里披的稍微蓝一些啊 就是那种夜景的那种深邃的那个蓝色啊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 这个是白天 对吧 白天是长这样的 然后这个是夜景 对吧 很简单啊 很简单做出来 那我们这个卧室啊 我们也啊 尝试调一下这个夜景 那我这张图我就先关掉了 好啊 我们来到这个模型 还是一样的啊 和我们之前的模型一样 就是 把其他地方全部拿这个剪切工具 痞子助手 对吧 这个啊 模型切割 全部切掉 切成一个只剩一下这个空间 对吧 然后呢 后面的墙啊 我们扩大一些啊 做一下假啊 不做假没法选 这个房间这么小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在这打角度的话 对吧 你看这个根本没法看 对吧 处的一个这么大的床啊 所以说我们只能是造假去渲染它 当然如果你要做全景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那你呢 可以保留你原来的这堵墙 对吧 啊 这堵墙可以保留 然后你炫竞争的时候把它隐藏掉 对吧 把它这样隐藏掉啊 炫全景的时候再把它显示出来 只能是这样做 嗯 就是中午群里有位朋友啊 说这个地缝对吧 地面的一个分缝啊 呃 其实呃 有有另外朋友帮忙解答了 他是说的对的啊 就是我们这个啊 建模的时候 不要给他 不要给他做出来这个分缝啊 因为我们需要去捕捉它 对吧 如果啊 如果我们给他做一个这个啊 给他做一个这个缝对吧 那我们这个捕捉很难捕捉 你不知道这根线在哪里 对吧 只有我们渲染的时候 因为渲染这个东西啊 他呢 是我们是不会用这个渲染的模型去画这个施工图的 对吧 这种模型去画施工图的 所以说你是无所谓的啊 随便 随便弄 对吧 啊 这个缝啊肯定是要这样做出来 对吧 因为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个模型上面去捕捉什么东西 我们只是拿它来去做一张表现 所以说你要把分缝做出来 但是我们画施工图 或者是就是我们那个施工图版本的那个模型 就是白模的那个活动家具都是白模的那个模型呢 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个缝了啊 只是在后期渲染阶段才做 而且你在那个阶段把这个能渲染出来的一个缝做出来 也没有啥意义 而且很累 对吧 因为有的房间你可能呃 我就不渲染 对吧 你把它缝做出来 对吧 那就浪费时间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工作里吧 一定要呃 怎么说呢 向效率看齐 对吧 当然质量啊肯定也是要保证的 对吧 好当我们调整好之后 软状啊都摆好之后 就打一下角度 对吧 这个角度呢 你可以来一张啊 来来条线 对吧 好比如这里画一下 1100 对吧 好差不多 好 我们看能不能再往后一些 对吧 这个又更好一些 我们两边啊 给他材料可以了 就是出了我们这个场景外 就是穿帮的地方 对吧 给他隐藏 给他材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增加一个场景号 那接下来就是开启我们三个面板 对吧 一个是啊 ICU的这个材料面板 另一个是nscape的材质面板 还有就是SDTEN助手的这个 第一个啊材质面板啊 我们就可以挑材质了 对吧 这个地面啊 因为他是光滑的 我给个大理石 然后把这个降一降 嗯 好 不要降太多 然后呢 给一点点凹凸 好 0.2左右 对吧 好 然后这个地毯 对吧 给个布料 好 同样啊 我们 我这个亚马啊 我觉得有点 有点太大了 对吧 不太好 就是我们的这个UV有点大啊 我们用这个UV贴图 好 我们能看到的这个面 双击一下 右击一方题 对吧 然后杠0.5 啊 就是缩小0.5倍 再输入一个杠0.5 我们看到啊 他这个贴图就护掉了 对吧 说明这个缩小的比例太小了啊 那我们就杠0.5一下 对吧 然后杠个0.8 看一下啊 好 反正呢 是比原来啊 小一些了 对吧 小一些就更加的看起来 这个纹理更加细腻一些 好 然后吸一下 布料 这个凹凸啊 可以给大一些 这个也是布料 凹凸给大一些 好 这个也是布料 对吧 同样我们中间的这个也是啊 布料 好 哎 洗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布料 好啊 这个抱枕也是啊 好布料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一个烤漆啊 我就给他一个抛光啊 记住烤漆就是抛光 这个呢 也是布料 同样我们下面这个都是烤漆啊 因为啊 我觉得这套家具啊 做这个烤漆更加好看一些 对吧 抛光啊 全部是抛光 那这个呢 是哎 啊 现在给个陶瓷 那这个呢 我们给个哑光 像这些大一些的贴图啊 他吸起来就有点卡啊 然后这个呢 我给他一个抛光啊 这个呢 我给他一个金属 然后这个呢 还是我们的布料 后面这个装饰画啊 他是这个呃 可能应该是这种布的 对吧 啊 我们还是给他这个凹凸大一些 粗糙一些 那这个呢 同样是布料啊 那这个窗里啊 他是有正反面的 对吧 好 这个呢 我给他一个金属 这个是玻璃 这个是墙砖 我们呢 就给一个大理石 然后把凹凸啊 降一降啊 然后给他不是凹凸反射 降一降啊 然后因为他这个是有点粗糙 一些亚 亚光的一个面 对吧 然后把这个凹凸啊 可以稍微给一些天花 我们就给一个塑料啊 或者亚光都可以 好 这个牧师面啊 我们应该调过了 之前 好啊 这个牧师面啊 啊 就是大理石 然后呢 反射稍微降一降 那这里面啊 我们可以一个给一个金属 然后这个黑色啊 太黑了啊 稍微浅一些 要不他渲染不出来 对吧 啊 这里面天花也调过了 好 那这里面这个天花啊 我们呃 就给他一个这个 让一下啊 这个天花 我们给他一个布料吧 啊 让他粗糙一些啊 有一些这个就是那种粗糙 那个天花的感觉啊 我们找一张凹凸 单色的一个凹凸 就是他这个呃 呃 彩制是单色的啊 我们给他一个这个凹凸啊 亚麻布的凹凸 然后风口啊 给一个抛光啊 亮面一些的啊 然后这个呢 也是抛光 这个黑色可以给一个抛光 然后中间呢 就是自发光 对吧 自发光的强度可以调一下啊 5000我们先5000啊 差不多其实 然后这个呢 那我们就给一个哑光啊 他呢 其实 反射啊 可以强一些啊 其实就是一个这个 乳胶漆的一个啊 一个这个 线角啊 一个造型 对吧 然后这个地面是大理石啊 我这个呢 没有做封缝啊 大家可以啊 我这里就不做了啊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做啊 这里看的倒是不太不是很多 然后地毯 看一下啊 这个 好 这个边也有了 啊 地毯这个边啊 也是布料 好啊 那我们这个很快啊 就做完了 对吧 这个是金属啊 呃 他这个房间啊 基本上所有的踢脚线 都是这个木的 然后呢 是和我们墙面平齐的 因为我们墙面是店后做出来的 所以说可以做这种 比较好看的这种平齐的 这个踢脚线 对吧 这样也是最好看的一个踢脚线啊 就是我们踢脚线里面最好看的一种 像凸出来的都不是很好看啊 然后像这种特殊的地方啊 就给他做一个金属的啊 金属的踢脚线就可以了 好啊 完成之后我们依然是这个打灯啊 同样还是啊 先打 我们先画一个这个聚光灯 然后找到这颗is 给他拉到一个3000多啊 然后呢 还是啊 这个冷冷暖啊 色温还是4500 然后呢 我们先打哪里 先打他这个固有啊 固有的一些射灯 对吧 就是他本来这个设计里面啊 就啊布的一些灯啊 好 往下拉一拉啊 然后呢 这里呢 是重复了 对吧 我们可以啊 我们可以把 哎 把他俩选中 对吧 右肌 设为为一 然后呢 把里面灯啊 剪切出来 剪切到最外面啊 然后 我们放到他的一个终点的位置啊 如果你这样啊 很很困难 捕捉的很困难 把X光模式打开啊 他一下就捕捉到了 然后往下啊 与他锁轴啊 按这个上键 锁轴和他平行啊 和和他一个高度就可以了 然后外面啊 也打上了啊 因为我们这个射灯都是成成这个组件的啊 互相关联 那接下来看一下啊 固有灯就没有了 对吧 这个射灯的一个固有灯 也可以说是墙面灯 就是给这个墙面去打的一个灯啊 接下来就是物体灯啊 这个就更好说了 啊 我们呢 把因为他因为他上面这两颗灯啊 其实把这个床背已经照亮了 对吧 那我们就打这个抱枕啊 然后可以先把他们成个组这样的更好更好 这样选择他们 对啊 好 我们还是啊 这个脚这里打一个 然后全部选重还是往上拉高度呢 不要比这个啊 我们这个射灯高 最好让他们高度都一致了啊 同样外面这两颗灯啊 还是哎 你可以调一下他的一个角度 对吧 好啊 然后把他们全部选中啊 设备为一 这个参数 就是这组灯的参数啊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对吧 然后物体灯基本上就打完了啊 这个台灯我们就不打了 因为他靠的这个墙太近了 太近的话 打一个物体灯 这个光丝啊 会在两面墙上都出现啊 不是很好 好 那么接下来就打这个地面灯 对吧 就是第三组灯 好 这里来一个 这里来一个 啊 地毯上啊 把它这个关一关下 可以打出来 对吧 好 很简单 对吧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楼板隐藏一下啊 哎 好啊 你可以在这个角度把他们选中 对吧 楼板显示出来啊 先给他成个组往上拉一拉 对吧 他呢就拉起来了 但是呢 不要这么高啊 低一些 然后呢 右击啊 身为唯一韩式啊 这个灯啊 一定要一定要按啊 不要太亮 我们给几百就行了 同样我们外面啊 也打些地面灯啊 因为他这个外面啊 也是有个地面 对吧 我们要让他啊 也是这个光影关系 呃 拉就是把这个光影关系更加丰富一些 好 好 那这个灯打完保存一下啊 打完了就是呃 完成了我们三步三个步骤啊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呃 这些特殊灯光啊 就是这个呃 台灯啊 艺术台灯 是吧 好 放一个球光 然后呢 给他一个4500 同样还是啊 这个呃 球光很敏感 对吧 给个几百就可以了 给个100以内都差不多 然后还是啊 哎 给他缩小一些 把它呢 放到我们灯罩的中心 啊啊 他俩是不是关联的啊 好像不是关啊 也是关联的 对吧 是关联的话 我们就把它直接复制到这个灯罩里面啊 他这边也就打上了 对吧 这个就是ICU这个组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 组件 然后呢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物体光啊 物体灯少打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窗帘 对吧 好啊 比如说我们哎 啊 往这里放一下 然后呢 他两个灯啊 我们往外拉一拉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角度调一下 对吧 好 调完了他俩啊 我们又有机 设备唯一 他俩呢 可能啊 这个灯啊 要啊 不要那么亮 对吧 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打这个特殊光 特殊灯光 特殊灯光啊 刚才台灯打完了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 哎 啊 这个没成组啊 建模习惯不好啊 隐藏的时候不好隐藏 好 然后就是打这个面光 对吧 好 这里往上 啊 往上 再往上 再往上 对吧 这个同样我们给个4500 然后往这边拉啊 这个长度应该是够的啊 他这个没有客厅那个呃 天花那么长 对吧 那个太夸张了啊 要往这边复制 啊 不要和这个模型贴到一起啊 好 然后选中他 同样啊 我们可以找一下他那个差不多一个中心 对吧 然后旋转复制一个90度 对吧 好啊 然后把它往这边 好啊 把它其他的全部显示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要打这个啊 这边呢 也有一个啊 这边呢 应该和他旁边啊 呃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客卧里面的这个灯啊 差不多长 所以说我们复制过来一个 但是他的高度啊 他还听话高度啊 要比客厅呃 要比这客户高一些啊 好 差不多长 但是还是长一些啊 我们右肌设备为一啊 千万不要直接改啊 好 然后呢 啊 把他俩可以把他俩这样大概中心位置 复制啊 复制旋转一个 然后呢 啊 他俩呢 就哎 他俩啊 就设备为一 对吧 然后呢 你把它复制到这里 把它呢 也复制到这里 好啊 长度啊 降一降 好啊 这边呢 也就改好了 好 天花显示出来啊 那我们这个强度啊 等会儿再改啊 我们测试一下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所有灯啊 就搭好了啊 还是这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啊 我们开一下这个渲染窗口 这个其实我也预感到了啊 这两颗灯啊 离墙太近了 对吧 好 我们把他俩同步关掉 其实有nsk吧 如果你有个双屏啊 是非常棒的啊 就是另一个屏幕 看这个渲染结果啊 另一个屏幕是调su 他俩呢 我们设为为一 对吧 我们把这个灯啊 我们把这个灯啊 往前面调一调啊 往前面拉一拉 然后同样这个设为为一啊 还是往前面拉一拉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后期啊 后期的这个编辑面板啊 打开 然后呢看到哎差不多 对吧 然后这个灯啊 呃物体灯啊 可能有点亮啊 然后啊 这个饱和度有点高 哎 啊这样这样 啊 然后这个对比度看一下 要不要手动去调啊 不用自动就可以 对吧 这个环境光啊 其实就是当你渲染出来的时候啊 这有天光的地方 他有天光的地方啊 他会特别的蓝啊 我们可以稍微给一些 那可以看一下啊 感觉这个 啊有些有一点凹凸有点过了哈 因为我们这个是这个刚才夜景的那个参数啊 所以说肯定是和日景啊差太多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高级这里啊 这个灯光亮度啊 稍微降一降 啊 他已经是百分之百了哈 不能再降了啊 那我们没有关系啊 我们降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度啊 我们就不动它了 对吧 把这个物体灯啊 我们降到2000 啊差不多 啊 呃 起码呢他这个报纸这里啊 没有曝光啊 就可以 然后这个台灯啊 还是有些明显 对吧 其实他这个台他这个球形光啊 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他这个球形光打出来这个台灯啊 这个边缘特别的硬 啊 这个其实有也有待改进啊 但是没有关系啊 因为他这个 他一个渲染器还很年轻 对吧 他的潜力是很大的啊 之后应该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啊 好差不多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后面啊 这块 这块有点暗 对吧 就是我们房间的后面啊 我们可以适当的来补一些光 还就是我们的灯带啊 灯带不是很明显 啊 我们再调一下 然后这个天花呢 我们把这个亚麻的这个材质啊 给他啊 凹凸凹凸的UV调一下 调的大一些 因为根本看不出来 啊就是这个啊 我们拉高一些 比如说拉到三千 好 这个呢也是三千 其实外面这个灯啊 根本看不见啊 我们也是给他调一下 好 再开一下 差不多啊 你看这个凹凸啊 就有一点了 呃 但是可能还是凹凸给的 这个贴图啊 有点大了 他的UV有点大了 那么还是调小一些 0.5 0.5 0.5 然后这个灯带还是啊 不是很明显 对吧 给拉到五千 好啊 这个灯带啊 就差不多了啊 他这个NC把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啊 就是他这个灯带啊 会这个啊 就是这个这么长的灯带 这里亮 中间亮还有两 就是两边和中间亮啊 其他地方就没那么亮了 就偶尔会遇到这种情况 现在就遇到了 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两边的灯带删一下 我们重新打 对吧 好 放到中间 然后呢 我们的经验值是五千对吧 好 我们拉到五千 然后把它往这边拉 然后灯带这里啊 尽量不要有重叠 重就是比如说啊 就像这样 对吧 啊 就是有重叠啊 他这里啊 会特别的亮 一片死亮 对吧 是不太好的啊 我们就给他错开一些 他的余光啊 已经够我们那啥了 对吧 好啊 差不多啊 只能是这样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后面有些暗 我们适当给一些补光 然后这个地面灯呢 我们可以给他拉高一些 啊 然后我们我们后面给他一些补光 让他后面不要那么暗 对吧 其实呢 我们把这三三颗灯 好 放到后面 对吧 稍微拉高一些 啊 就可以了 好啊 还好 对吧 然后地面上你看这个 呃 一颗一颗的这个光斑就出来了啊 但是呢 有些太明显了 对吧 好 给他降一点啊 降到1000整 好 这样你看有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因为我们ps里面啊 这个对比度调一下啊 他就他就会更亮 对吧 好 好 然后呢 我想让啊 这个地毯这两颗灯 看一下啊 地毯是那两颗 好 设为为一 让他俩呢 强一些啊 因为我感觉这个地毯有些平 对吧 没有把这个 明暗关系打出来 啊 这样子 然后他的余光啊 会把这个床啊 啊 两脚也打亮一些 你看这个面啊 他的这个明暗关系就出来了 对吧 好啊 然后 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 我们就可以出图了 是 哎 save 哎 呃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窗口的一个比例 对吧 呃 就这么 就这么宽啊 就是我们nscape窗口的一个比例 我们选一张5000的 对吧 他是5000乘以2000啊 呃 基本上够我们用了 啊 最后一张图了 选大一些啊 然后save 则加f5啊 我这个快捷键给清理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 save加f5 对吧 好啊 走一下 6000可能要慢一些啊 可能要一个 半分钟的30秒 好啊 我们做完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夜景 夜景呢 我们可以啊 先我们把这个太阳给他落山了 对吧 然后呢 看到啊 我们就晚上10点吧 啊 然后看到所有灯全部爆了啊 这个呢 就是日景和夜景的一些区别啊 呃 我们可以把这个灯光亮度降一降 实在降 实在降不了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是手动去调 对吧 然后总体的曝光值要降一下啊 然后饱和度要降一下啊 然后对比度看要不要降啊 好 色温呢 就冷一些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灯光那个值啊 给降一下 就基本上是所有的啊 好 好 好看一下啊 然后就是台灯啊 台灯也要降一降 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夜景 然后这个夜景啊 差点感觉啊 就是我们啊 要往这个外面补点光啊 窗户外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这个巨型灯啊 然后呢 我们是要往这边打 对吧 好 打完以后啊 把它呢 放到我们哎 啊 放到就放到 放到这里吧 然后呢 我们调一下它的大小 差不多啊 就是我们窗户这么大 然后往外拉一拉 可以调到啊 参数大一些 然后呢 给它一个特别深 特别特别冷的一个光啊 让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哎 等一下 这个啥意思 啊 这个天花怎么也给变了 啊 啊 我糊涂了啊 我没有我没有新建一个这个材质啊 好 给他一下很很很蓝的一个灯 啊 这个我们先关一下啊 重新开一下 然后呢 把它哎 调到半夜啊 晚上十点 嗯 嗯 他这个灯啊 很很微弱 对吧 啊 他那个面光很微弱 啊 然后这些灯啊 我们还是降一降啊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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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我们外面补光好像不是很管用 我们就不补它了 夜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地面的再降一些 晚上人工光特别的敏感 我们主要的物体打亮就行了 中间床其他的地方稍微暗一些 灯带差不多晚上就是这么亮 我们可以渲染一下 渲染的功夫,我们可以开ps了 渲染的时候你的电脑会特别卡 尤其是你进行一些图形的操作 比如说ps,或者看视频 基本上是不能看的 我们这个模型保存一下 其实我是很少去做夜景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白天 对吧 这个是晚上 然后晚上我们看到这边会有一些脏脏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呢 nscape啊 不管是nscape还是lumia 就是 或者是vray 对吧 如果你整个空间啊 灯光啊 特别暗的地方啊 他呢就会 都会出现这种光斑 对吧 怎么解决呢 就是补光啊 往我们相机 就往我们看那个后面 再加光啊 再加一些这个 i s啊 多多排一些啊 我可以演示一下 这个呢 是nscape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你你往后面 对吧 比如说我复制无阻啊 多复制一些光 然后呢 让他们每一颗灯啊 然后的亮度加起来这么多灯啊 去提亮整个你后面的空间啊 不要说不要呃 想的是用一颗灯啊 然后呢 就让整个空间啊 变亮啊 这样他他打出来的灯啊 是不是很均匀啊 特别不均匀 所以说你可以多加一些灯啊 把你后面的空间稍微提亮一些 这些灯啊 可以很微弱 然后提亮之后 你后面亮了之后 他会影响到这边啊 这边呢 也会提亮提亮之后呢 他的这个光斑啊 就会呃就会没有掉啊 就减少了啊 就没有这么明显 对吧 像这边啊 这个很影响效果啊 呃 那我们呢 就批一下这个日景啊 好 同样还是把他俩拽进来 然后 现在anscape啊 他没有那个反射通道 对吧 就是一键啊 可以提高 就是单独把这个反射信息啊 捕捉出来的一个通道啊 这个我估计以后啊 肯定是会加的啊 基本上所有渲染器都会有的一个啊 然后我们先调整一下 对吧 把这些穿帮的地方给他 呃 给他取消掉啊 好 差不多对吧 然后复制出来 给点绿色 对啊 稍微提亮一点点啊 然后给点叠加 把他的一个对比度拉高一些啊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 远看一下明显啊 地面呢 太太抢劲了 对吧 地面呢 要降这个饱和度啊 我们这个学过美术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个高级灰 对吧 灰色呢 其实呃 就是一个很鲜艳的颜色 把它调灰了 他会看起来更加的高级一些 啊 反正这这质感啊都是不错的 对吧 你看这里的这个啊 反射的一个细节 好 好 然后呢 就是shaped加out加a 我们把这个调出来啊 然后稍微调一下啊 看一下是冷一点好 还是暖一点好 啊 这张应该冷一点好 因为他是有一个大窗户对吧 落地 落地门啊 就是这个 呃 这个落落地的一个玻璃门对吧 曝光我们可以稍微降一降 啊 其实不用降也可以 对比度啊 可以调高一些 然后量这个量部啊 高光的地方可以稍微降一降 饱和度看要不要降啊 饱和度不用降 我们只给他地面降就可以了 点一下确定 好 然后呢 我们单独把这个地面选出来啊 先给他降一下 这里呢 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camel row 我们降饱和度啊 最好是开这个camel row去调这里的滑感 为什么呢 啊 这里呢 是更加科学一些 这个 呃 我们在外面啊 cntl加u的这个饱和度 对吧 就相当于是肯 这个camel row里面的这个饱和度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呢 就纯粹调这个饱和度 对吧 那我建议大家呢 是调这个自然饱和度啊 你看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区别啊 自然饱和度呢 他没有那么的那么的狠吧 可以说调的啊 他一些一些这个该有的颜色 他还是会保留的 对啊 啊 比如说我们降一下啊 然后我们可以cue一下看一下啊 这样这样对比一下 对吧 啊 右面是我们调过的 啊 很细微的一些变化好确定 你看他一个保护度降下去了 对吧 差不多 然后呢 还是找这个金属高反射的物体 对吧 嗯 比如说这个是烤漆 对吧 这个呢 也是金属 还有门 好 把他们单独复制出来 给一个调整啊 英语高光 然后呢 我们发现啊 这个门啊 是太过于亮了 对吧 好 嗯 我们想一下啊 可以 你可以把这个不透明度啊 稍微降一点 然后呢 我们再选中啊 这里呢 盖印一下啊 我们单独选中这 我们除了这个窗框啊 单独把其他的一个选 选选一下 好啊 除了窗框对吧 好 给他增加一下这个阴影和高光 哎 你看是不是瞬间啊 他这个亮起来没那么死黑了 对吧 然后同样啊 这个天花啊 我们还是给他稍微亮一些 然后啊 叠加啊 这两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对吧 这个灯罩 我看可以提亮一些 啊 你看他他这边是呃 受天光影响会更亮一些 这边呢 就暗一些 对吧 他这个渲染器处理一些细节 处理的这些细节都处理得很好 然后这个背景板 对吧 他呢 我们也可以给他亮一些 基本上就没有了啊 也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提亮啊 就是那样的话就很平了 对吧 好 地毯我们提亮一下 就绿色叠加啊 这两个组合 然后啊 我们这里面啊 再给他提亮一些 我们就不用那个英语高光了 我们直接给他绿色 然后这样叠加 好 干印一下 那最后呢 就是把这个拿过来 好啊 他就这几颗灯啊 又没有保存啊 好 差不多 然后呢 就是感觉啊 这边这边怎么说呢 我想让他暖一些啊 因为他这边啊 离的窗户镜肯定是冷啊 这边想暖一些怎么办呢 先给他盖印一下 然后呢 我们啊 先就比如说我们把这边对吧 这样圈起来 然后shift nf6 雨化雨化 雨化雨化多少呢 雨化雨化这个百分之呃 不是百分之 雨化二十的一个像素 雨化呢 就是我们现在选出来选区啊 它是很硬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想啊 选一个这个选区 呃 就是边缘啊 没这么锐利啊 就是有一个过渡的一个这个选区 你可以就可以用这个雨化 对吧 当我们确定之后 我们选出来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他这个边啊就是虚的 对吧 啊 我们这个雨化还是有点太少啊 因为我们这个图很大 对吧 给个六十啊 好 可以看一下啊 他这个边就很虚 对吧 然后我们给他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 照片滤镜 对吧 啊 加这个对吧 如果说啊 我们窗户这里感觉很很暖 对吧 没有这么冷 那你可以给他加一个这个LBB 啊 你看他就变冷了 对吧 就是他这个照片滤镜啊 会让你这个整个场景就是这个冷色啊 加的很自然啊 不像我们直接给他一个蓝色啊 会很奇怪 对吧 他一个照片滤镜啊 是比较比较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85和这个 看一下啊 85和这个80 这个LBB啊 不要用他 你看他是发紫 对吧 我们不要发紫 啊 这个是发一个绿色的一个蓝 对吧 啊 我们就用这个80和这个就是我们想把想让这块冷一点就用80想让这块暖一点就用85对吧 其他的就不要尝试了啊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把他那个降一降 好 然后你看这边冷这边暖啊 他有个关系啊就稍微拉开一些了 好 然后盖印一下盖一下完完完事之后呢 我们最后一步 然后我觉得这个窗帘啊 窗帘这块啊有点这个颜色不太舒服啊 我们可以保核度降一降嘛 啊 让他变灰一些啊 好 啊 这样就舒服一些了 嗯 想一下啊 然后盖印一下 好盖印 然后Ctrl Shape 加A 最后一步四脚压 对吧 好 确定啊 保存一下 然后另称为一个 边际啊 我们就可以发给甲方了 对吧 或者是放到你的这个方案册排班里面了 好 我们这张图啊就做完了啊 就是这个样子的 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清晨的一个感觉哈 看一下PPT啊 我们这节课 哎 这张图啊 可能我上课就没有发挥好 对吧 有点偏冷了 还是我感觉还是我原来做的这样好一些 对吧 还是这个窗帘有点奇怪哈 感觉 呃 这个颜色啊 这个粉色很很 俗物对啊 给他降一降啊 就更好了 那我们呢 最后啊 一张图呢 做一下总结啊 总结完了之后 我们等会儿就是我们 nscape 课程的最后一节课 就是动画课啊 呃 动画呢 其实真的很很简单 nscape已经把这个 动画的一个成本啊 已经拉到人类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 这个底线了啊 就是他的做动画的一个成本 就是学习成本和这个时间成本 对吧 还有渲染的一个成本啊 他渲染也很快 对吧 嗯 我们先总结一下 首先 渲染的几大要素啊 第一个材质 对吧 材质呢 我们调整的时候就用什么呢 nscape助手 nscape材质面板特殊的材贴图 还有SU 啊材质面板这几个呢就可以搞定我们所有 基本上所有的材质 啊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nscape一人助手啊 这个呢就是算是给我们偷了一个懒 对吧 我们不用去手动去输这些关键词 第二个呢就是nscape的这个材质面板 他呢就是调整这些更加细致的参数 那这些参数呢都是官方啊默认给的 你一个就是官方 就是调了一个铜 对吧 那你输一个铜呢 他就自动切换到这个铜的参数了 但是呢 这个你觉得这个铜调的不好 对吧 你可以自己手动再调一下啊 再调整一下 然后呢 还有说的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 呃材贴图 那就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 这里面没有特殊的啊 就比如说这个天花 对吧 他呢是单色的 但是呢想让他有一些凹凸 啊给他一个凹凸贴图 然后呢你想让他呃这个通过这个凹凸贴图 啊去影响他的反射 对吧 就通过我们的这个通过某张贴图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 通过某张贴图去影响他的反射 你可以加一张啊 加一张这个特殊的贴图 就像我们拉丝不锈钢 对吧 或者是地面的一个水泥地面 有这个积水的一个感觉啊 这些特殊贴图 那最后一个呢啊 也是最基础的就是我们SU 自己的这个材质面板 对吧 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啊 他呢可以更改我们这些贴图颜色 对吧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改他的颜色 对吧 但是最好还是在ps 有的 呃贴图啊改了颜色之后就很奇怪 对吧 但是就是 呃怎么说呢 比如说 呃 遇到这种情况啊 我想让他变成黑白的 你可以直接啊 把它这个颜色啊 拉到灰啊 这张贴图啊就有彩色变成黑白的了 在这样的贴图还是很好调的 但是大部分调色还是我们去ps里面靠谱一些啊 这个呢是材质 那第二个呢就是灯光灯光呢 我们这里啊 还是通过两个面板去控制 那nscape助手呢是控制他的色温 对吧 色温这个东西啊还是很重要的啊 呃 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色温啊 对应就是每个空间啊 对应什么色温啊 可以去查一下资料 然后我这边好像也有一些资料 就是我抽空啊发到群里啊 就是他们做灯光的厂架 会在那打一个样板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酒店客房啊 就是用这个4400k啊 然后家庭啊 温馨的一个光啊 就用这个3700k啊 他们都有这个算是一个标准吧 好 然后呢就是我们灯光的主要一个控制面板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那这个呢就是nscape的一个这个对象啊 就是生与光 然后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灯啊 你可以看场景啊 他他需要什么灯啊 就他打什么灯啊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我们都要打哪些光 第一个就是固有的IS 啊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些射灯 对吧 IS就是呃 我们射灯的一个这个标准的一个灯光 对吧 像这些啊 就是他我们设计里面有什么光啊 你先给他打上 对吧 这是真实存在的光 那这种光呢可以强一些 对吧 他一般呢是在墙上打出一个光丝来 好 然后下一光就物体补光啊 就根据nscape的这个特性呢 如果你物体上面没有打这个光 它的很多一些材质的质感啊 是很难体现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就打这个物体补光 那这个物体补光呢 你就可以呃稍微啊 也可以呃 根据你的情况吧 稍微强一些 对吧 然后呢 重点的物体啊给他打亮啊 不是重点的物体啊就不要太亮了 好 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地面补光啊 这是第三部分 地面补光啊 就是要稍微弱一些把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呃呃 光影关系给他打出来啊 渐变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亮暗亮暗的一个渐变 那最后呢就是特殊灯光这个呢就看情况啊 像这个台灯台灯呢 他这个球形光啊就是比较敏感 所以说要调低一些 然后呢像这个面光对吧面光啊 他要他又比较比较虚对吧 啊不敏感对吧 你可以给他稍微调的高一些 然后就像我们上午的那个卫生间的一个椭圆形的镜子一样 那个呢也算是特殊灯光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物就是模型的一个自发光啊 去给他打这种特殊的一个灯光啊 因为那种灯光确实很难打 对吧 好 这是特殊灯光 所以说大家把这个技术我们的打光啊 四步骤 对吧 最后呢就就像我们流水线一样一步一步啊 非常的商业化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课程啊 本来就是给大家要啊 让大家去用这个工具啊去赚钱的 并不是说是我去玩情怀啊 自己自己去做一个作品啊 然后呃觉得很棒 对吧 但是不能给你带来一些经济的一些啊效益 对吧 啊这个流水线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然后呢我们我这里要给大家总结啊 几点nscape灯光的一个特性啊 就是人工光越强太阳光与天光就越热 越越弱 对吧 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啊我这个场景里面人工光啊 这个人工光一个一个一个比一个强 对吧 那你整个场景啊 看这个太阳光和这个 呃天光啊就会看起来特别的弱啊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是我总结出来的这个他的特性啊 就你用的多了你就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就是某个人工光越强其他灯光就越弱 啊 那就比如说我们啊 这里呢就给大家示范一下啊 我们把它拉到两万多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最后渲染出来的结果 哎 我们看到哎是不是 就是其实我们其他地方是不是打了这么多灯 对吧 还有太阳光 对吧 发现他们呢都变虚了 对吧 啊 都变弱了 然后呢唯独这两个光啊 就是呃非常的抢眼 对吧 这个呢就是nsk他的一个特性 就是你的某个人工光啊 特别的亮啊 然后其他光包括太阳光天光啊 他会呃他就会变得特别的弱啊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 如果你这个灯啊打的出现问题了啊 就是是否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是不是你某个这个人工光啊 太强了 对吧 然后呢出现这个光斑啊 光斑的一个bug 我们这几天啊 我一直在期待这个bug出现 但是都没有出现 对吧 我之前做过一个渲染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b站有我的这个渲染作品啊 就是我之前做的一些练习 好啊 看到这个可以放大一下 好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有这种就像这个竹竹帘子 就是灯照到这个竹帘子上一样啊 有这种光 这个呢就是unscope的一个bug啊 就会出现这种啊 出现这个不要慌 你把unscope窗口关掉 重新开一下啊 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可以修复了 如果修复不了 你把整个SU关掉啊 保存一下关掉 然后呢再打开啊 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啊 这是常见的一些问题 基本上其他问题啊 呃是没有遇到过啊 还有就是如果啊 有的这个贴图错错掉了 对吧 你明明明明是在这个SU里面贴的这个贴图 但是unscope他就啊 换成另外一个贴图 这个也不要着急啊 就是我们啊 好像上上个案例啊 有出现过 对吧 那你把unscope和SU全部关掉 保存之后关掉 重新打开啊就好了 好那最后就是渲染出图啊 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他的一个呃渲染的一个成本啊 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是最低的啊 几十秒出这个大度 所以说我们可以越大越好尽量的大 对吧 呃 因为像微瑞里面啊 我们因为经常赶时间啊 之前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就是时间特别赶 然后总监和你说啊 渲一张2000的就可以了 然后啊 尤其是一些呃新人啊 就是对这个渲染啊 非常有情怀的人 他是不想出这个小图的啊 非要出大图有强迫症的 对吧 那这样呢 就你就会和这个啊 和你的总监有些矛盾 对吧 我之前就是 但是确实是啊 如果太赶的时候 你非得呃 那必须得出一张小图啊 但是unscope是无所谓的啊 你这个图越大越好 无非就是几十秒的一个差距 对吧 然后输出格式呢 是建议是使用这个tga 对吧 好 呃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啊 竞争的一个渲染 也就是大家经常用到的这些 呃 这个竞争渲染啊 因为动画可能大家做的很少啊 呃 这个竞争渲染啊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啊 然后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还是啊 在这个班级群里面去交流一下 然后呢 我也期待大家的这个作品好 啊 然后我们这节课啊 就先上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观看 多谢观看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